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聊天室 我是Gino王顯瑜 美國的第三號人物 眾議院院長Nancy Pelosi 她在8月2號晚上抵達台灣 8月3號她旋風訪台 跟總統蔡英文會面之後 緊接而來的就是中共 各式各樣的文攻武嚇 武嚇這個部分就尤其誇張了 在今天8月4號 中共在台灣我們的周遭 實施軍演 從台灣海峽到我們的東部海域 那這其實是跟1996年 那個時候的台海危機相比 這一次今天中共解放軍 他們的軍演範圍更廣了 也更密集了情勢 也更加緊張 而根據8月4號的最新消息 中共軍演範圍一共有7個地點 而且眼前結束的日期 從原本的8月7號延長到8月8號 相較於1996年那個時候台海危機 也就是灰色的這些區塊 你可以看得出來 橘色的比灰色的更加密集 更多了也更加靠近我們台灣 尤其畫面下面這邊你看到 高雄外海的實彈設計區域 它是明顯地擴大了 而且它最靠近高雄港的距離 不到20公里只有很小的字 16.5km 這真的就是名副其實的 在我們的家門口了 那還有過去呢 沒有被針對的東部海域 這一次也被中共 劃入他們的軍演區域 澳洲的戰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魯瑟他就指出說 解放軍在台灣擁有主權的海域 也就是畫面上虛線的這一塊 共軍在這個裡面 展開實彈軍事野形 這個動作是過去數十年來 最挑釁的舉動 已經符合聯合國定義的 國家侵略行為 那除了這次的演習 對於裴洛西訪問台灣 中共還做出了各式各樣的 制裁跟威嚇 不但官媒中共的喉舌 不斷地對台灣嗆聲 在8月2號 也就是裴洛西搭機抵達台灣的 當天晚上 共軍還頻頻派出了 殲-11還有殲-16 一共5款軍機 多批多架次 在不同時段 來回來回飛鏡 靠到我們的海峽中線來挑釁 隔天 8月3號的晚上 共軍又出動了 27架次的戰機倒台 其中很誇張的是 殲-11還有蘇凱-30 一共22架次 跨越了台灣海峽中線 動物後的議會 也非常非常明顯 那其實除了軍武威脅有外 在精細制裁上 中國也下足了功夫 到8月3號為止 已經祭出了三波的製裁手段 像是暫停上百項的台灣產品進口 包括我們的水產品 我們的茶葉 我們的蜂蜜 我們的柑橘類水果 還有白帶魚等等 那還有很多的食品業者 大廠也受到影響 包括像是鍋圓液 維力跟衛權 這一波攻擊範圍相當的廣 而且除了暫停台灣產品的輸入以外 中國對台灣的輸出 也設下了管制 中國商務部在8月3號呢 就突然發布訊息說暫停天然沙 對台灣的出口 那還有 對於致力於民主活動的一些組織 國台辦也沒有放過 8月3號 他們也大聲點名了台灣民主基金會 還有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說這是 這些兩個呢 是台獨頑固分子的相關機構 所以要懲罰 禁止這兩個組織 還有中國的 去跟中國的組織 企業或者是個人合作 中國也指控說 這兩個組織打著民主旗帜 卻是搞排毒 在這裡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回來我們要細看 裴洛西他這趟旅程 可以為他塑造 怎麼樣的歷史定位 我們也越洋邀請到 美國駐華前外交官 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長 Robert Daly 來為我們深度分析 裴洛西訪台之後 美國 中國 還有台灣 好 歡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Nancy Pelosi 他這一趟亞洲的民主之旅 還沒有結束 我們先來看畫面上這張地圖 我們由下往上看 8月1號 裴洛西他先抵達了新加坡 然後隔天他短暫訪問了馬來西亞 那當天晚上他在台灣過夜的 8月3號他跟我們的總統 還有其他政府官員會面 同一天晚上他要抵達南韓 今天他跟南韓的官員會晤 然後明天8月5號 就是他這個亞洲型的 最後一站了 他要去日本 那其實對於這趟旅程 裴洛西的目標也非常明確 就是要傳達他始終如一的反共 而且挺民主的意念 其實從他1991年 那時候他在中國北京天安門 他是舉一個黑旗 舉旗幟 悼念民主鬥士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再之後呢 他也不斷地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 以及他也反對 讓中國舉辦夏季奧運 他也寫信給中國前國家主席 胡錦濤 要求釋放劉曉波 這位全球知名的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那還有這一次 他的亞洲之旅訪問台灣 他在松山機場下飛機的 這也成為他可以說是 政治生涯當中 反共的這個意念的 幾乎是一個極致的發揮 一波高潮了 這對他個人來講 他其實也在美國的國內跟國外 都獲得極大的聲量 取得了他的歷史定位 不過其實在裴洛西他出訪之前 拜登是才跟習近平通話過的 也強調說美國的one China policy 一中政策不會改變 那好 這個言由在了 看起來沒過多久 就被 好像是被裴洛西給打臉了一樣 那現在美國的一中政策 跟中國的一中原則 兩者之間是不是已經出現了一些 無法忽視的鴻溝呢 中美的未來 會有怎麼樣的變化 那我們台灣在這個歷史的交叉口 我們就面臨怎麼樣的挑戰 或者是契機呢 今天我們很榮幸線上邀請到 人在美國華盛頓的 美國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長 Robert Daly 戴博 他曾經是美國駐北京的前外交官 他研究專長是中國政治 還有中美關係也完完全全就是 我們今天要來深究的問題 你們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好 好 戴博林好 那我們首先要請教的是 關於裴洛西的歷史定位 他的Legacy 我們知道拜登跟習近平通話之後 達成了一個共識 其中一個就是美國的一中政策 不會改變 但是議長裴洛西他不顧白宮立場 也當然不顧北京的反對 他堅持把台灣放進他這一次的 亞洲之旅當中 那事實上旅程對他個人來說 是成就了什麼 還有對中國或者是 對於亞洲的美國的民主夥伴 都傳遞了怎麼樣的訊息 其實我覺得這次那個佩洛西議長 他去訪問台灣 我覺得對美國來講是個敗筆 不太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我覺得也並沒有推進台灣人的穩定和安全 肯定是沒有改善也沒有穩定中美關係的 當然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三權分離吧 就是拜登總統他沒法命令 佩洛西要怎麼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從那個習近平從北京的這個角度來講 美國一直是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沒變 可是我們的行動的變化就非常大 所以中國不太詳心 而且我們一直知道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兩碼事 其實美國對他的理解是跟一種各表這樣子有關係的 我們說中華或者中國的那個定義 跟北京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中美關係 還有那個台灣這個海峽的情況 沒況與下吧 這次那個佩洛西去的沒有太多的那個正面的 堅持性的後果 我覺得只不過是讓這個事情這個局面更糟糕 他要給他們傳遞的信息就是他佩洛西他本人 或者是全美國是跟台灣站在一起 問題是站在一起這個動詞到底是指什麼而言的 我們都不太清楚 而且拜登這次說得很清楚 他不能左右也不能命令佩洛西 這個意思是說佩洛西也並不為他 拜登不為美國說話 只不過是表達他自己的意思而已 而且他有時候有點含糊其詞 站在一邊到底是什麼意思 當然那個佩洛西我們都知道 就從那個1991年他去前來門廣場 拿出一個海報 他一直是以這個保護中國人民的那個人權 為他自己的商標 我覺得他這次有一部分是跟他自己的虛榮心有所關係的 而不見得是從中美關係 或者那個台灣海峽這個三角關係 好那其實我們也是要再過不到100天 就是美國的mater期中選舉了 佩洛西也會在這次的選舉競選連任 並且再度爭取眾議院民主黨領袖這個地位 那我們想要請問老師就是說 這一趟台灣行對於他的期中選舉的選情來講 是不是有加到分 其實我覺得跟期中選舉的關係不太大 美國歷來的大選舉都是跟美國的國內的這些大問題有關 跟美國的外交政策的那個關係是微乎其微的 現在美國人所關心的是通貨膨脹問題 這個可能是最大的問題 還有美國的兩黨這個兩黨計劃 美國缺乏凝聚力 所謂的那個文化戰爭 這些是最重要的因素 佩洛西來不來台灣 在台灣說什麼而不說什麼 不會改變任何他的選民的決定 可是請不要 因為我是說美國人不支持台灣 我們對台灣的興趣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覺得從頭到尾我們的挑戰是要 穩定這個三角關係 為的是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和台灣的民主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的一些挑釁性的美國 政治家的活動是有害於這個過程 我們需要恢復對話 我們需要的是穩定 為了這些我們得多使用外交的所有的工具 而不是就是故意的為了給北京看 而做那些讓它測草原我們的事 現在你們的很多出口品都被禁止了 北京在台灣那個周圍 有個地方正在進行這些實彈研習 這些都是威脅到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社會穩定 如果佩洛西沒有訪問台灣 那北京不會這樣做 當然這幾年來北京一直在進行這些 所謂的那個灰色空間的 各種各樣的經濟脅迫 或者越來越多的戰鬥機 或者別的武器離台灣越來越近 這些我都知道 可是既然這樣子那個突然間就升級 這個肯定是跟佩洛西的 訪問台灣有這些關係 好 那還要我們來看到的是經濟這一塊 佩洛西訪台的時候 他說台灣一直都有技術進步 還有民主發展的優勢 也希望美台關係可以更緊密 甚至他才說 台灣跟美國的貿易協議 可能即將要簽訂了 這點想要請問老師怎麼看 中國法案 這個是台灣人反對的 大概一年之前 蔡英文總統為了完成這個貿易協定 他在台灣之內就是貿易比較大的政治風險 他是花了一點他的資本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美國還沒有一個反應 可是佩洛西是沒有任何辦法給中國一個承諾 在這個方面 而且現在他也沒有時間 像你說的美國快要進行選舉 很可能在選舉當中 那個民主黨會失去美國的眾議院 佩洛西再也不是一家 就是說他的政治影響力今後要降低 感謝Robert Daly的分析 順便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要和他繼續來探考這一次 佩洛西訪台之後 我們也看到的就是來自中國的文攻武嚇 果然是越來越猖狂了 那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 走到極端 美國有沒有辦法成為我們忠實的夥伴 協防台灣呢 我們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今天邀請到的是 美國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長 Robert Daly-戴博 那剛剛我們談到了 裴洛西訪台 對他自己的歷史定位 有怎麼樣的影響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美國跟台灣的部分 這一次裴洛西他堅持來台灣訪問 算是走了一步險期 他成功宣傳了自由跟民主 但果然中國的戰狼外交 也立刻就 滋牙烈嘴地動起來了 那也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看到的 《時代軍演》 還有對台灣的一系列的禁令 那這邊我們想要請問老師就是 裴洛西他有沒有想過 他自己綁台 在中美外交代表怎麼樣的意義 其實我覺得裴洛西這次沒有很深深地研究 中美的這些外交挑戰 因為現在中國和美國已經進入了 差不多是冷戰狀態式的 中美關係各個方面 一個兩點都沒有 我們缺乏這個互信的精神 而且都把中美關係所有的這些摩擦 他歸罪於對方 而說不是我自己是你 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什麼的 現在我們需要的 就是一個休息室 我們要冷靜下來 不要互相罵 那樣的 互相那個口頭上攻擊 我們要想盡一個辦法 恢復我們的那個外交的對話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找到那個合作的方法 現在我們沒有這些 真的是一種新的冷戰 好 那還有其實這次裴洛西來台灣 他也有提到說 他會盡力通過跨黨派 Bipartisan支持的 2022台灣政策法案 那當中包括未來四年 會提供台灣大概45億美元的 安全援助資金 和台幣大概是1300多億了 那還有要把台灣給列為 美國的非北約重要盟友 那原本8月3號在美國 要進行審議表決的 但是彭博社的最新報導指出 這個法案又要延後審查了 報道也說白宮正在遊說 同黨的民主黨的議員去踩煞車 因為這檔案可能會影響到 這個法案可能會影響到 美國這數十年來的戰略模糊 在這邊好 我們就想要請問老師說 這個法案的通過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有一些變數 還有將來美國還可能會有 怎麼樣新的政策 或者是戰略計畫 來穩定亞太的局勢嗎 我覺得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 很可能會通過這個法案 因為現在民主黨共和黨都有一個 共識 就是說要反對北京的 這些咄咄逼人的行動 他們對台灣的支持是真的不是假的 可是還是有限的 還是有限的 你說他們實實在在 那倒是 可是他們的那個實在性 是有限的 而且拜登總統不一定會 被簽這個議案 編為一個法律 因為你說台灣是美國的盟國 這個是違背 上海拱爆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條款 這是一個所蹤複雜的一個問題 美國現在是一個 它在一個比較紅土 比較危險 比較脆弱的一個狀態 你知道美國的國內 尤其是政治良機化 這個問題 國內這些大起大落的事情 相當多 美國人自己有一個不安的感覺 所以他們從心裡是非常支持台灣的 而是他們具體的行動 我估計還會有限的 而且華盛頓的決策者 他們對台灣的支持 遠遠比美國 普通老百姓對台灣的支持高 多數的美國人還是 把台灣和台國辨別不出來 如果你讓他們看世界地圖 他們都不能給你指出 台灣和台國都在什麼地方 所以他們並不願意他們的兒女 為了保護台灣的民主而死 美國的政治家也會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也想要聽到一個詞 Strategic Ambiguity 美國對台灣保持戰略模糊 也就是說美國不會講明 一旦中共武力犯台 美國會怎麼因應會不會派兵 來幫助台灣 那這樣子的模糊 也讓美國可以保持彈性 同時制衡中國 同時制衡台灣 那不過佩洛西訪台 顯然為這個原本的 灰色空間帶來一些變數 也凸顯說美國內部 對於台灣戰略的一些 想法上的分歧 所以我們想要請問老師就說 佩洛西訪台是不是想要 藉此逼白宮把戰略模糊 轉為戰略清晰 你不要把佩洛西訪問台灣 看得太大 我們知道從頭到尾 這個是他自己的一個決定 是他自己的事 而且在美國 新的新聞來的速度非常快 這個星期什麼CNN 美國的所有的廣播電台 都注意到台灣這個問題 說不定到下個星期 他們的注意力 已經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你不要以為 美國人一直是 每一天24個小時 考慮台灣的這些需要 或者美國的戰略 沒有 他們的注意力是比較分散的 這些事情特別多 所以我希望台灣 不要把太多的希望 放在佩洛西的身上 最重要的是台灣人 自己想要一個 什麼樣的 國家他們是否會做他們 有必要做的投資 為了保護自己 然後美國的這個對台灣的那個 友好關係 這個是肯定的 可是還是有限的 我要強調這一點 我覺得如果美國放棄這個戰略模式 如果我們就是清清楚楚地說 我們肯定會動用我們的那個軍事力量來保護台灣 這個是相當於跟北京断交 再跟那個台灣恢復邦交的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我們現在是傳遞很多信號 可是這個信號之後 有沒有一個非常肯定而清楚的 戰略那個方案 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沒有 那雖然這一次的訪台是 裴洛西他的個人行程 不過北京方面 當然對這個行程還是很火大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老師 白宮要怎麼樣跟北京去解釋 拜登曾經承諾過的一中政策 不會改變這樣子的承諾呢 北京什麼時候不生氣 這個一直是個問題對不對 不管你怎麼做 他們還是那樣的相當的不滿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挑戰 是我們需要跟北京恢復一個對話 我們要就是衝生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的那個要素 它的組成部分 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 對北京有說服力 可以安慰北京 而且美國會執行的一個中國政策 在今天的條件之下 我覺得這個問號非常大 好 那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希望美中關係可以緩和下來 可以穩定亞太局勢 但現在習近平實施的 戰狼外交這個大背景之下 到處都是紅線 所以想請問老師 你覺得美國真的有辦法 在捍衛民主自由的同時 還可以跟中國緩和外交上面的一些緊張嗎 你問的這個問題 一陣陣結呗 那個這個習近平的意圖 到底是什麼 他有意志就是分配到底嗎 他是不是已經下定決心 就是他在台的時候 要恢復台灣嗎 這些我們都在揣測 我們不知道 可是對中國的威脅 對中國的這個代價 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三下型的關係非常重要 美國需要不只是要用我們的軍事的 這個威懾的力量 我們還需要我們的外交的所有的方法 把所有的工具 我們就是要用這些 緩和穩定這個三交關係 如果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 稍微穩定一些 我覺得台灣人會更安全 好 我們再一次感謝 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 戴博所長今天的精闢分析 明天呢 也要請您繼續鎖定全學聊天室 我們會訪問中國維權作家 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研究員趙斯勒 繼續來探討在佩洛西訪台之後 習近平的政權會出現哪些挑戰 我是GNO王顯瑜 我們下次見 一起看 Priority 我們下次見 有人會 會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